第1個步驟呢 我們會先將絲瓜刨皮 削皮好的絲瓜切成大塊狀 再來就是我們的腰果 我們可以選擇使用烤好的腰果也可以 生的腰果也可以 先下一點油 放腰果下去 炒得有點香氣出來之後呢 我們加入水 然後去燉煮腰果 大概3分鐘左右 我們把大塊的絲瓜下下去 再試情況我們可以再補加一點水 那絲瓜下去燉煮的時候呢 如果希望它快一點 那我們可以把它蓋個蓋子 最後我們把它馬告灑上去 這道料理就完成了